為了推廣台灣米 以及鼓勵業者不要運用進口米 使用優質國產米 農委會推出台灣米表彰 方便消費者辨識 希望可以帶動國產米的消費量 使用價格比較高的台錦9號做飯糰 超商業者不惜成本逆向操作 以優質國產品作為品牌號召 更加在苗栗公館銅鑼和百多戶的農戶 契作500公頃稻田 希望帶動國人吃飯的風氣 米的消費量不敵小貌 國內一年生產130萬到140萬公噸的米 消費量就只有127萬公噸 明顯供過於求 農委會決定推出台灣米表彰 鼓勵業者使用純國產米 有餐廳業者響應 要搵回吃飯的美味 近年來國內發生包裝米 混東南亞進口米 又未清楚標示的事件 造成消費者對國產米純度的信心危機 農委會表示透過台灣米表彰 讓外食民眾能夠更清楚辨識真正的台灣味 呼籲國人多吃本土米 用嘴來振興台灣的農業